《猎王纪上》第十七章 提斯比人以利亚 就是从激烈的提斯比来的先知 对雅哈说 我指着我所侍奉 永活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 这几年若是没有我的命令 天必不降落也不下雨 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 你离开这里 向东方去 躲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利西旁 你要喝那西里的水 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 于是以利亚去了 照着耶和华的话行了 她去住在约旦河东面的基利西旁 乌鸦早晨给她送饼和肉来 晚上也送饼和肉来 她也喝那西里的水 过了一些日子 那西就干了 因为没有雨下在地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以利亚说 你起来 往西顿的撒勒法去 住在那里 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 于是以利亚起来 往萨勒法去了 她来到城门口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 以利亚呼叫她说 请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 她去取水的时候 以利亚又叫她说 请你也给我拿点饼来 她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 你的神启示 我没有饼 缸里只有一把面粉 瓶里只有一点油 你看我正在捡两根柴 然后回去 为自己和儿子做饼 我们吃完了 就等死 以利亚对她说 不要惧怕 照着你所说的去做吧 不过 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 拿出来给我 然后才为你自己和儿子做饼 因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缸里的面粉 必不会用完 瓶里的油 绝不会短缺 只等到 耶和华降雨在地面上的日子 他就去照着以利亚所说的做了 他和以利亚 以及他的家人 吃了许多日子 缸里的面粉 果然没有用完 瓶里的油 也没有短缺 好像耶和华 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一样 这些事以后 那妇人就是那个家庭的主人的儿子病了 她的病情十分严重 以至呼吸都停止了 于是 妇人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你进到我这里来 使耶和华想起我的罪孽 杀死我的儿子 以利亚对她说 把你的儿子交给我吧 以利亚就从她的怀中 把孩子接过来 抱她上到自己所住的楼上去 放在自己的床上 以利亚呼求 耶和华说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 你也降祸于她 使她的儿子死去吗 然后 以利亚三次扶在孩子的身上 向耶和华呼求说 耶和华 我的神 求你恢复这孩子的生命吧 耶和华垂听了以利亚的话 孩子的生命果然恢复 活过来了 以利亚把孩子抱起来 从楼上下到屋子里去 把孩子交给她的母亲 以利亚说 看 你的儿子活了 妇人对以利亚说 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借着你的口 所说的话是真实的